嘿咩 今天来做陶器 以我的智商那肯定不用看说明书的对吧 送三块陶泥 这两块已经彻底干了 没法用了 不是大哥你这个包装这么严实 它都能干 只剩这一块可以用 应该也够了 这也太黏了吧 兄弟 这怎么能掏得出来呢 现在把它捏成一个圆形 去做个杯子吧 那肯定不是因为做杯子简单 只是因为我单纯的喜欢杯子而已 然后从上面掏下去 慢慢的 稍微出现了一点失误 看来不能做的太薄啊 不然的话就会破掉 不是你这一团就扑不赢了吗 这也太难了吧 不是 为什么你老是扁的 直冷起来呀 终于做好了一个杯子的出行 哇终于做好了一个杯子的出行 真的有点难 OK这样的话 杯子差不多就大概做好了 看起来真的很不错呢 虽然丑是丑了点 但是一想到是自己做的 太棒了 当我做到这里的时候 当我做到这里的时候 我终于明白 做陶艺就要像对待女朋友一样温柔 但是我根本没有女朋友啊 OK完成了 外面这一层防滑设计还是非常到位的 杯子里面 一想到以后可以拿自己亲手做的杯子喝水 真的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啊 非常的有排面了呢 接下来是最后一步 用细线把它从上面切割下来 一定要小心一 这杯子底不会漏了吧 OK这样就完成了 接下来只要等它风干就可以了 但是好像要等24个小时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